獅子山學會助理研究員 羅繼耀先生 多謝主席給我們一個機會發現 我們獅子山學會堅決反對 由納稅人手上集滿血汗錢 利益輸送給沒有需要的人 社會資源是有限的 是一個連小學生都會明白的現實 相信就連自由黨和人民力量的議員 都有機會明白 獅子山學會一直以來都強烈要求社會各成員 是有責任去幫香港裏面沒有能力照顧自己的人 所以我們獅子山學會一直以來最反對的 就是強迫式去劫貧制庫 相信各黨派各議員都會知道 這是一個可恥的現象 所以獅子山學會想問這麼多議員 為何兩夫妻合起來賺幾萬元 又要供樓 又要給錢給小朋友興趣班 但是就要被你們 被你們逼去夾錢給李嘉誠 香港的福利制度已經荒謬到 會給約100萬元的兩國雄議員 去住大幅補貼的公屋 你們是否嫌李嘉誠覺得他不夠有錢 你們是否想把這個荒謬的制度 由兩國雄延續到李嘉誠身上 我想問究竟是甚麼人 會想得出一個連李嘉誠都有份的福利制度 究竟是甚麼人會強烈要求這個 結貧制庫的政策 我們獅子山學會 聯同所有有常識的人 向各位議員和局長說 任何李嘉誠有得拿的福利政策 我們都會堅決反對到底 安全網是要救一些跌下來的人 而不是變成一個連李嘉誠都可以用的吊床 因為安全網的每一條繩 每一條線 都是由香港人的血 和香港人的汗去織成的 我們獅子山學會有成員想問 你們到底是有心還是無意地做的 你們為甚麼會要求一個派錢給李嘉誠的福利政策呢 如果是無意的 我們獅子山學會 希望你們今天聽完我們講之後 你們會醒覺 而林亞是立馬 不過我們獅子山學會 研究總監孫柏文和我說過 就是怎樣勸你們 你們都是不會聽的了 因為你們是有心 是故意這樣做的 你們 等等我處理 我不知為何你們要故意這樣做 不過 香港人仍然是否有意見 要不要收穫 那一句 孫柏文是一個群腳仔 大家知道 那你也不要說 你也不用收回去 不要說 好 繼續下去吧 我自己也有 養成這樣的人 OK 繼續吧 我不知你們這樣做的原因是甚麼 不過我不想被反民主的人言中 只要有選票的制度 香港就會有議員 要求一個會令到未來一代負責的政策 最後 獅子山學會有兩點 第一 希望這麼多議員 不要再誤導市民了 叫一個沒有資產入息審查的泰市政策 繼續補救 謝謝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社區組織幹事 江貴申先生 多謝主席 其實獅子美河會那些都頗勇敢 我們的常識 我都不知道究竟是火星來 還是 其實我們不斷發言 就在說 全民投資寶是很重要的 不是說 可甚麼納稅人之概 然後去供養李嘉誠 說了五次李嘉誠 是羅興來的 其實你們最支持李嘉誠 事實上 你們新自由主義的那一派 最支持就是一些大財團 壟斷香港的社會福利 不過算了 我不懂怎樣說 你經常跟我說 有常識的人 就一定會反對這個方案 我自認沒有常識